市的主播华航货机降落机场 地勤人员打开机舱 大量雾气窜出 映入眼帘的是首批80.4万 季莫德纳BA.1次世代双加疫苗 终于抵台 本批疫苗从亚特兰大起飞 在16号晚间10点56分 抵达桃源机场 一拖车送往货物码头 装入冷电货车 再往指定物流中心存放 预计24号开始配送各县市政府 疫苗的有效期限 到2023年的3月29号 疫情持续蔓延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指挥官王毕盛 在记者会中也提到 次世代疫苗将分为两阶段 提供作为追加剂接种使用 第一阶段接种对象 包含65岁以上长者 长照机构著名 18岁以上免疫不全 以及免疫力低下者 另外第二批疫苗 也同样是80万剂 将在18号离开台湾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陈继根 从采在风灾的摊坊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